星期一,總統拜登宣布了新的學生貸款減免計劃 預計將令多達2500萬的借款人收益 新計劃將為每位借款人減免高達2萬元的未償還利息 無論其收入水平如何 此外,符合income driven repayment計劃資格的人群 無需申請就可以免除所有利息 該計劃還將免除某些特定群體的債務 包括還款期超過20年的借款人 曾就讀於教學質量有問題的學校的學生 以及正經歷除無困難的借款人 拜登政府下一步將發布該計劃的異議規則 如果計劃獲得批准 有望在今年11月前啟動新計劃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